随机翻墙盘有的是两根线 K2线 K1线 还有一根D线 这一块是随机翻墙盘板 上面总共有6根线 进入随机翻墙盘 先按复位 清除完成提示 第一根键比方说我们选择上一首 点了之后呢它会不停闪烁 会不停闪 等你按了一个按键之后呢 它就停止闪动 翻墙盘按键只按一下就可以了 按了之后不闪 并且它会有一个提示 在那个 主标 左下角有一个红钢 红钢是亮了 下一个 在闪耳的时候是不亮的 按下一个按键 下一个音量键 下一个音量键 下一个静音 再下一个主菜单 下一个静音 再下一个主菜单 完成这些操作之后 直接保存 有相关提示保存成功 现在就可以退回去 均收音 见面测试按键 第一个 上 平点再往后退 第二个 下 平点再增加 第三个音量键 再操作 type 招式 再操作一次 再操作一次 音量- 银量加 静音 回组菜单 再试一次 金燕 分後出來